大家好,我是Amanda 我们来看8月12号到8月18号的新座运势 本周呢,我们会遇到习运的月亮进入射手座 好,那受到月亮进射手座的影响呢 如果啊,最近你有一些这种聚会活动的话 可以选择约在一些异国美食的地方 相信大家都能够吃得非常开心 然后那个整个气氛也会非常的活跃 那如果你这个可能在办公室想要请客啦 或者是同事们要订个下午茶之类的话呢 也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带有一些异国风味的这种点心 或者是美食 能够得到更多的好评 再来呢,就是可能你会遇到 好久好久不见的朋友 重新跟我们联络 那其实不管过去我们的感情怎么样 但是你知道这种老朋友 再一次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其实都会让我们觉得蛮开心的 就算过去的一段时间没有联系了 但是就当成一个重新开始的 一个这种友情的回温 真的也是非常的温暖心防的 另外呢,我们会遇到本周啊 水星要开始逆行哦 这一次呢,水星 应该说上一周水星就已经逆行了 但是在本周啊 它不仅仅是逆行中 而且会退到狮子座 狮子座 所以受到这样子的一个影响呢 大家要特别留意一下 投资市场上面 可能整个的这种变化会比较多 可能有一些标的 原本我们希望它在这个稍微 可能跌一点我可以进场 但你发觉它突然飙升了 或者是呢,有一些我们期待它会继续攀升的这个标的呢 却突然之间这个有一些这种 往下跌的情况 所以总之呢 都要一个灵活的观察跟判断 再来就是啊 这一周你真的也要很小心 就是我们在一些朋友圈里面的一些发言 不管是跟朋友之间的沟通 说话 或者是我们有时候发讯息的时候呢 可能一些词汇都要比较谨慎 有时候我们一个无心的这种 说话的一个内容 可是会别人听在心里不太开心 也是会影响友谊的 接着我们来看十二星座的星座运势 首先牡羊座的朋友 这一周可能会觉得压力有一点大耶 我们心里面可能会烦恼着 可能学校的一些社团活动啦 学业的问题 好,那上班族的朋友 可能也是烦恼着一些工作上面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家务事情 总之脑中转个不停 可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品质的 今头座的朋友 可能前一段时间 我们真的觉得工作量 有点大对不对 那可能在这一周呢 我们还是要再稍微的撑一下 但是呢 这种不是那种无意义的苦撑 在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能够学习到更多 扎实的一些经验的 所以也可以把握这一段 真的要去认真经营的一个时间 双子座的朋友 真的其实本周还蛮开心的 因为就像我们讲的 有很多好久不见的朋友出现在身边 或者是也有可能前任也是会听到他们的消息哦 总之可以度过一个非常欢乐的时光 巨蟹座的朋友 如果最近有一些新的规划 或者是新的目标要展开的话呢 都可以稍微的在等待更好的时机 也就是说本周呢 并不是我们大刀阔斧 开始新的一个目标的好机会 巨蟹座的朋友 最近呢 可能脑筋上面有很多 脑筋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新的想法 对不对 虽然每一个方 这个想法 可能看起来都不错 但是会建议你最好能够锁定 一个或是两个的目标 我们先集中火力在这上面 会有更好的表现 出女座的朋友 可能开始慢慢规划 下半年的一个旅游计划了 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的话呢 可以及早开始认真的准备 不管是早一点订机票啦 早一点订饭店啦 都可以有更优惠的价格呢 天秤座的朋友 如果在这一周 你觉得自己好像遭受到一些 不公平的待遇的话呢 不要凡事都以何为贵 我们可以用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 但是勇敢地为自己去争取 为自己去保护我们的权益 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 天蝎座的朋友可能内心会觉得 有一种说不出的焦虑感 想到未来的不管是财务方面的一个规划 或者是一个工作方面的一个目标 都觉得有这种好像茫然感很强烈 所以可能还是让自己沉淀一段时间 会有比较好的一个方向出现 车手座的朋友在工作职场上 如果有一些困扰 觉得我很难下决定 不知道这样子做好不好 这个时候不要闷着头 自己随便就做出决定了 可以跟老板好好的讨论一下 会有一个更 我们讲说最佳的一个选择出现 摩杰座的朋友想要维持好身材的话 光靠节食是没有办法的 一个良好的作息跟持续的运动 才是让自己身材曼妙的一个不二的法则 水瓶座的朋友 其实有一些新的工作机会 或是一些新的这种 新的事情来到了身边 所以是我们发挥过去 累积实力的一个好时机 双鱼座的朋友也要恭喜你了 本周会有一些新的练棋 悄悄的酝酿 悄悄的展开 自己觉得每天都是 人逢喜事 精神爽 以上就是本周的新座运势 欢迎大家分享给我们的好朋友 点赞分享运势更棒哦